哎呦聊四季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象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二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紫色 選擇的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吃野豬 野生動物的時候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步兵折扣則是有六五隻 所以哥德仁來說還是比較適合 打步兵路線 後期如果對上步兵的話也可以轉出火槍 火炮進行反擊 哥德仁的打法比較適合開農型的玩法 因為他的折扣 你是沒有支援 是沒有辦法享有折扣的 折扣是 你的支援是零 你的折扣也是零 好 那我們想看到 對手是選擇了波蘭人 好 那我們看到波蘭人一開局就拉了三隻野豬喔 這邊想要搞豬 但來不及射 哎呀 哥德仁很可惜啊 沒有把這隻豬搶回來 那這個遊戲喔 算是比較特別的地圖 中間有大量的野豬 而且是遊牧行事的開局 所以大家一開始就會去拉對方的野豬 離近一點的玩點拉沒有關係 但這一隻豬還是被哥德仁射死了 他應該是死我 不然可以直接拉回家 或是怕自己的村民被頂死 但哥德仁來說村民要被頂死很困難 因為他的織布技術是可以一秒研發好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他的死我 才把這個野豬殺在這個位置 沒有拉回家吃 剩下這些野豬應該哥德仁可以自己去吃 當然破爛也可以再去拉一頭回家吃了 但這個來回的距離途中 有可能會被對方的馬給卡死 那馬這個單位是不能趕入的 所以在使用上要特別注意一點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破爛忍 破爛忍的話他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大莊園 在旁邊灑下農田之後 立即收成8%的食物 那破爛忍的話 他的騎兵算是蠻不錯用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他的重裝騎士 只要30塊錢 非常省 只要等下這個貴族特權之後 只要補充一下 那大洛瑪的部分 還有這個烈克提克遺場 可以讓洛瑪的部分 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所以破爛忍來說 他實質上是個馬果 但是沒有辦法打得贏遊俠果 這點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破爛忍呢 他後期也可以轉成強奴 或是戰捶兵的部分 進行轉兵 他基本上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所以破爛忍玩起來 是需要更多的轉兵技巧的 算是一個進階型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這張地圖 是看起來有點像是阿拉伯的 一樣有果汁 也有祖金跟附金的一個地圖 祖金在上面 那右邊的部分 這邊看一下 祖金在後面 還不錯 由於這張地圖 中間有非常大量野作 所以選手們開局 還是會先趕快開下 自己的城鎮中心 趕快開吃野豬 不然這個城鎮中心越晚開 村民差距就會被拉大 所以不會像是那種 正常的往裡面開 然後開到很好資源點 然後採取一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那破爛忍呢 他的一個初期打法 是比較弱一點的 因為他的大莊園 需要的肉量 是比較多的 木材量是比較多的 他的大莊園是125木頭 而且要在旁邊撒下農田 初期是不會做這個事情的 所以破爛忍在前期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一定要等到他 開始撒農田之後 才會有這個經濟加成 畢竟你黑暗時代 也不會想去挖石頭 除非你要打塔工 提前先挖 那破爛挖石頭呢 還可以產生黃金 總體而言 破爛算是一個 經濟型文明 哥德人 是一個折扣型文明 好 這邊看到哥德人 已經按出了三棒棒 準備要來出兵了 好 這邊五隻村民出來 好 巨銀這邊蓋一下 有蓋木牆嗎 來不及出去 要滴了 滴掉蓋好一半的巨銀 突然這邊太虧了 後面的木牆來得及嗎 可以 哥德直接五根劍塔開打 看來是想要打一個 裝甲塔策略 這邊升級方面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裝甲棒棒出來時間 偏早的 用這個馬去卡位 這隻村民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像有機會卡死 但是馬會掉 哇 幾乎沒有卡死 最後是被自己的馬卡到了 這些民兵沒有辦法進行攻擊 哇 哥德這邊很可惜喔 搞到了波蘭 但是波蘭這邊 沒有一存死掉 好 這邊再補一下 Ginny的部分 好 哥德這邊沒有挖黃金 所以裝甲應該是 不會up上去了 也不會再繼續補 Ginny 不會補這個棒棒 那這邊可能會再插一根塔 對 但他這個位置是不是 有點 太快了 但他這邊插的用力 稍微解說一下 這個是連環塔 一定要在這個 劍塔的射程範圍內 再插一根喔 才可以 空到這個木頭 這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待會回首時候 去進行防守 因為兩邊劍塔可以互相cover 目前封建時代應該就這樣了 波蘭這邊沒有打算要緩擊回去嗎 波蘭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村民會慢慢回血 現在看到他這邊回血 血量已經慢慢回了起來 也沒有那種非常殘血的村民 所以波蘭在打這個封建塔 功能也有一定的優勢喔 好 哥德這邊直接再起一根劍塔 波蘭這時候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爆打一波 這邊 村民要想要回去劍塔裡面防守 想要增加一下劍塔的殺傷力 OK 增加劍塔上去去射村民 但村民這裡拉的數量非常多 而且有兩隻跟著過去 一起爆打這根劍塔 好 把藏起來拉回家 這後方這裡的村民有點危險 可能會被圍起來 哇 被堵住了 這兩隻村民可能跑不掉 這一波打得很好啊 哥德這邊急死喔 把這個木牆堵住 讓波蘭直接損失兩村 好 這時候棒棒過來回救 這時候毛兵跟槍兵幫忙打一下 但直接在這兩根劍塔裡面 進行攻擊喔 這個進行蓋塔 是有點怪怪的 好 但城市中心 直接收吹 收掉兩隻棒棒 突然這一波大戰打得非常驚險 這面的部分 這根塔可能會有點難拿下來 好 這邊敵掉一個木牆 可能是要讓村民走出來 可是這樣會讓波蘭有攻擊的空間喔 好 這邊突然血量有點殘 好 這些村民都沒在工作了 哇 這一波交戰 感覺波蘭是血虧喔 但波蘭這邊好像直接遠端 開始挖石頭 挖一個最遠的石頭 開始進行反擊喔 好 這兩個劍塔應該是可以輕鬆拿下 後面的毛兵已經出來 來開始壓制這邊哥德仁的村民 六隻毛兵 繼續往前 好 毛兵再次往前 後面兩隻毛兵 過來 看一下能不能反擊回去 好 這邊稍微伐木一下 看起來伐木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裡毛兵過來 殘血不收 先打毛兵 沒錯 兩下一隻毛兵 這個很賺喔 先打毛兵是對的 因為這個村民可能還要再打個兩三下 才有可能 還要算一下要那個 密死掉的毛兵的傷害喔 不可能每一發都射得那麼準 好 目前看到波蘭這邊準備要來 開始灑出農田了 這裡毛兵進行反擊 好 後方非常多的村民 在伐木喔 這裡拉了非常多耶 14個耶 這個經濟有點 失調 這邊可能要趕快拉村民去灑農田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說失調 是因為正常的伐木都會 只會殺10個人 14個人好像有點太多了 可能再開一個新的伐木場會更好 但現在如果你要開新的伐木場 再花100木頭 其實蠻虧的 不如趕快先灑農田 把這個伐木的村民去灑農田 前線的毛兵有繼續騷擾 好 目前看到哥德這邊是轉出了肉馬 轉肉馬想去解決這些毛兵 波蘭的部分呢 則是繼續輸出 用這個毛兵輸出 這邊會不會看到呢 喔 這邊又開一個新的大中原 難怪我想說波蘭的肉怎麼這麼穩定啊 好像怪怪的 因為他剛剛出這麼多的毛兵 正常來說會斷村 但他斷村的時間也沒到非常久 雖然臭屏差距還是被打得出來 41村對上了38村了 好 這邊稍微圍死一下 再補一個大莊園 好 右邊這邊路再吃一吃 好 這邊農田灑起來 這邊打完吃完的鹿肉 也可以直接灑農田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波蘭最強的時刻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支援喔 支援量應該是波蘭會稍微追上哥德一點喔 哥德剛剛前期的經濟優勢非常巨大 果然哥德這邊是全贏 只有石頭贏一點點而已 跟我想的差不多 好 波蘭這邊經濟要趕快去撒更多田 才有可能追上哥德 哥德這邊是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波蘭剛點下而已 時代差距也為1分半左右 1級伐木也補了 這裡非常多臭命層是要來蓋堡 但是石頭還不夠 要買一下 OK 買了2百石 等一下 他買太多了吧 我傻眼 哇 這2百石一買上去喔 他的經濟會很慘 但他選擇還是要搶攻路線喔 直接出一根堡 在波蘭家裡 待會這邊打出一個洞喔 波蘭就會有點危險喔 趕快在這邊補一根堡 不然他哥德未對進來喔 基本上很難擋 不是要出騎士 就是要出戰錘兵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了 好 我們趕快跑 說明有點危險 石牆啊 可以蓋嗎 這邊想要打破石牆 通明 好可怕 後面再補一個 唉唷 唉唷 這個細節細節 到這邊 圍牆穩得非常快速 好 左邊的防射這裡補一下 要不要補一下房子呢 這裡要不要補 哇 這裡不補的話農田很危險喔 這裡可以補一下喔 然後這邊決定不補喔 往後開TC OK 打高這邊是決定要3TC開農 但哥德這邊3TC也已經開好了 兩邊經濟都是一種開農型態 但也不是存農的喔 還是有出兵的 當然這裡沒有轉出哥德未對 而是打騎士喔 這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但本來這邊已經轉出了鑽錘兵喔 隨時可以防守 好 召想一下 好 這邊9隻村民回農 但這個農田依舊是不安全的狀態喔 不然這邊要剪下了2級房 技技越來越好 但聰明術是非常落後的喔 68村對上51村 好 這裡放下瞬物 後面兩隻肉馬 想要去後面追老頭 這裡的木槍應該是有看到老頭的位置 好 來了 直擊老頭 完蛋 要圍一下嗎 老頭 可能 拖得下來 城堡在射 正面使用戰錘兵反擊回去了騎士 騎士的防護率直接歸零 -2-2 2-2 歸零的騎士 這個要用老頭去把他補血一下 只要把這個血補滿之後 就可以讓裝甲變成二子 就是讓裝甲就會變成正產 這個是唯一可以解除破防狀態的效果 老頭要去補一下血嗎 目前看到破爛這邊經濟有點慘 現在3TC開龍 大東也是3片 好 左邊老頭 過來 照一下 還是要撿生物 但這邊撿生物會危險喔 這裡騎士他應該還不知道 這邊 這邊是會趕快往上跑 是有看到騎士嗎 他走得很小心翼翼喔 OK 這邊可以順利回來 但是村民差距依舊是被打得出來 哇 老頭還是掉了 咕咕 好 兩邊應該進行開龍了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原開龍騎喔 是能講的東西比較少的 那如果待會兒突然遇到 哥德的步兵大軍喔 能打的東西就是重裝騎士嘛 還有這個戰隨兵喔 這樣的東西是比較有用的 但如果真的是很有錢的話 肉很多的話 趕快去點一下大洛馬 跟列克提克一場 打一大牌的這個步兵喔 其實也是很好用的 但是打槍兵呢 還是會有點弱喔 所以還是搭配一些戰隨兵喔 跟重裝騎士 會好一點喔 彈度會更OK一些 但這種混搭式的升級喔 是非常需要多的資源 所以碰然這一波上去喔 還是要先想一下喔 要出什麼兵會比較好 那目前感覺喔 他出戰隨兵是可以壓住對方步兵吧 但是要特別小心哥德的火槍喔 所以我覺得步兵跟騎兵路線喔 兩邊都要慢慢升上去喔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只單出一種兵種 目前來說是 哥德這裡有主動權喔 他想要打什麼都OK的喔 而且轉兵速度都特別快的 火槍只要點下的話 血就可以慘了 哥德這邊步兵升上去 也是很正常的一個路線 而且威力也是很強大的 所以不然這邊要防守 一定要趕快補下更多的戰隨兵喔 先扛住 那待會再轉出大量馬就喔 轉出這個大落馬 或者是重裝騎士喔 進行反擊對方的哥德衛隊 或者是騎士 還有對方的槍兵 之類的喔 那波蘭如果真的要打步兵 不含哥德衛隊的話 也只能轉強弩喔 所以波蘭來說 他轉兵是需要耗費更多時間跟黃金的 那哥德這邊轉兵就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待會火炮出來之後 波蘭如果也轉強弩也會很難打 這一波看起來是 波蘭不太好打的部分 雖然波蘭也可以有火炮啦 但是就是 你打哥德出火炮也是為了打火槍喔 不然就是打對方巨頭火炮的部分而已 所以實際上來說 正面要來打一個正面部隊的話 還是要打這個戰隨兵為主 或者是重裝騎士 兩個選項 那戰隨兵的好處呢 就是不怕槍兵喔 也不怕哥德爆出大量槍兵 戳爆自己的肉馬或是重裝騎士 讓隨兵有很好的抗線能力 但是他的移動速度就是慢 追不到對方騎士喔 好 那目前看到 波蘭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哥德這邊帝王時代還有15秒左右 好 目前哥德能看到非常多的常見兵 這時候波蘭已經放上去繼續用大莊園了 開始在TC旁邊撒農田 除非這邊待會再補一個大莊園 這些田才會再吃到三片左右 右邊騎士老頭著想一下 正面的單位巨頭兩邊互相傷害 哥德這邊來不及修理城堡直接垮掉了 波蘭這邊點下了金銳奧不齊 對方打的是雙手劍兵 但哥德也馬上點下劍勇跟化學了 這就是哥德帝帝王初期的轉兵很強大的地方 而且哥德到了帝王十代還有擁有210人口的特性 人口多死人口 人牌戰術要打波蘭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波蘭這邊要抵抗對方的打法 就會非常花時間轉兵喔 而且轉了兵也有可能會馬上被反兵回去喔 打強奴對方哥德威隊出來 打戰錘兵對方火槍就出來 對方火槍出來自己轉火炮 但是哥德也有火炮 所以這一波就要看波蘭的騎士們 會不會做到一些事情 這邊窄口沒有打算要開打 看到非常多的劍兵勇士堵在這個門口 那這個窄口也是很危險喔 不過火炮這邊出來打個一下全部殘血 後來正面就不用打了 好 正面的劍兵勇士 正面往前砍 但是戰錘兵的部分血量掉的很快 戰錘兵的能力似乎是扛不住劍兵勇士的傷害 雖然他的狂律已經點蠻 但是三級弓還在炎方當中 扛的有點吃力 極限扛住 後面的城堡還在輸出 但是正面的戰錘兵已經潰不成軍 割德這邊的步兵喊已經湧入了進來 但是巨型投資機目前還是 突然有三台 但這三台可能也來不及走了 見兵勇士無情開敲 突然這一波可能會直接倒下嗎 哇 好強 割德一波 打夠被打得措手不及 突然在這邊有點顯得有點武力 三級弓好了 OK 我三級弓的話 傷害就會很好 好 火炮火槍 哇 這個火槍 這戰錘兵真的太痛了 完了 割德又進行了一瞬間的轉兵 突然這邊要轉兵 非常困難 那我覺得割德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他這個轉兵特性都已經想好了 要怎麼反制突然這邊了 那突然這邊唯一能打贏的方式 只能把這個騎兵多線騷擾 讓正面兵稍微減少一點 但是可能要轉出強抹 稍微打一些游擊戰防守戰 然後用這個肉碼進行騷擾 才有可能 打得贏這個正面部隊 不然以單純拼比部隊的質量來說 突然現在是打不贏的 後面火槍一直開槍 把大量的戰錘兵全部打爆 這邊升級一下箭矢的傷害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 然後反擊一下後方火炮 但火炮也是有在控 巨頭砸下 中了 這一波巨頭打得很好 但後面補了一台巨頭 一台火炮 OK 那割德這邊也是有在控火炮的 稍微走A走A一下 避免被砸到 又中了 後面繞了一隻劍兵勇斯在後方 波蘭並沒有看到的樣子 現在全神貫注 在注意前方的戰線 當然波蘭這邊用慘戰 錘兵需要有城堡產出 產量來說並不是非常穩定 割德可以使用擠噴 還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折扣加成 讓他爆出更多的步兵繼續往前 欸 但錘兵往前 但是後方巨頭被火炮給點掉了 最後火炮只剩下一台活下來 這時候波蘭打出了 GG 哇 這個步兵大戰 打得算是挺精彩的 雖然是有點一波倒的感覺 那波蘭這邊 遇到哥德 就是這副慘況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個哥德呢 打波蘭的時候 就是盡可能的趕快瘋狂轉兵 那不要去打這個哥德 衛隊會比較好 畢竟波蘭打工兵的機會 是偏少一點的 那如果直接打劍兵有事的話 那波蘭這邊也是標打步兵 步兵的話 戰錘兵會更有效果一點 當然戰錘兵的缺點 就只能用城堡 這個量產出來 你看這個城堡的位置 讓這些兵都還在路上 沒有辦法即時回救 那哥德這邊則是大量均勻都在前方 這個擊兵的速度 一定是會比波蘭還要再更快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哥德 基本上是大獲全勝 雖然石頭上次輸了一倍 但是也沒有辦法 波蘭這邊是為了要產出寶兵 所以才挖這麼多石頭 那軍事方面 兩邊基本上是1比1 雖然波蘭的戰損沒有看起來很糟 但量產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